偶尔过度解读 专心讲好故事 嗨我是艾维 你们都好吗 本来不想解说这部的 拍的实在是一塌无土 真的是烂无可烂 但是为了完成我唾弃系列 哎 还是让我们回归经典恐怖片系列 曾经被网友誉为十大金片之一的 我唾弃你的坟墓 2019版 本片时间线延续自1978年原版 讲述了41年后 当年被Jennifer复仇 并干掉的凶手家属们前来复仇了 Jennifer这个当年的女神 会怎么保护自己的家人呢 前四版已经解说过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去我的频道看一下哦 在遭遇了当年那场非人的虐待 并亲手反杀那几名施暴者之后 女作家Jennifer居然把这些写成人书 还出版了 而且名声大正 考虑到属于正当防卫 她并没有遭到法律的制裁 她到处讲座接受电台的访问 已然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网红 41年过去了 看样子完全认不出来是谁了 来我们来对比一下之前的图 我想说的是 岁月真的是一把杀猪刀 曾经的性感女神变成了大妈 Jennifer和女儿克里斯丁相约一起吃午饭 女儿成为了一名知名的模特 在时尚圈里混得那是相当的不错 看到这里我就想问导演 您脑子选角品味真是 一定是资金不够了吧 吃完午餐 两人手拉手走出了餐厅 一辆面包车停在了他们身边 车上下来三个粉丝 看到Jennifer本人乐话了 抢着要让她签名 但是画风一变 三人突然联合劫持了母女俩 驾车扬长而去 这帮人就是当年被Jennifer反杀的那四个小混混的家人了 看到Jennifer不仅没有受到惩罚 还靠着卖这个故事赚的流油几个人越想越起 终于忍无可忍只能靠绑架他们来发泄了 开到郊区的一幢房子前面 他们单独放下了Jennifer 大眼哥带着克里斯丁先走了 几人为Jennifer准备了匕首 左轮 吊绳 甚至还有音乐 逼着他自掘坟墓 准备够充分的呀 但他们完全小看了Jennifer 老娘可不是好亲自的 趁他们不注意Jennifer 挥出一铁胶土全都泼在了长毛鼠脸上 并顺势抢走了手枪 顿顿顿的跑进了树林里 绝麻省见词不慌不忙 因为这荒江野林里 要抓到他等于毛毛鱼 随后走回屋里拿了枪 落了回家常 这才慢悠悠的追了出去 在面包车里的克里斯丁 盘算着怎么才能逃出去 他借口要尿尿憋不住了 大眼哥怕他尿在车上 无奈放他进了灌木丛里 有其母必有其女 克里斯丁趁其不备 从后面挥着木棍袭来 一棍子打倒了大眼哥 抢到了面包车急驰而去 回到Jennifer这边 他慌不择路地穿过树林 来到了公务边 他碰到了一堆慈祥的爷爷奶奶 还答应在下一个阵里 帮他报警 让Jennifer在教堂这边等他们 可他刚喘口气 一阵马达的轰鸣声传来 是卷发声开始沙滩摩托追来了 Jennifer躲进了一个 刚挖好的坟墓里 逃过了一劫 随后他偷偷地跑到了 一间教堂的门口 但是虔诚的牧师 光顾着在里面弹琴 完全听不到Jennifer的呼救 可卷发声听见了 从背后猛地扑来 一把勒住了他的脖子 匕首挥去 在Jennifer的尖叫中 就这么简单的叽叽了 真巧克里斯丁开车经过这里 看到老妈惨死当场 哭得那是一个稀里哗啦 他大喊着求人来帮忙 甚至还跑到侧门去找 没成想 等他回来时 发现有人抢走了面包车 带着他妈妈尸体跑了 不仅如此 卷发声还开着枪一路坠来 吓到他慌忙躲进了树丛里 却不料 其余人早就守在这里了 很轻易的就抓住了他 接下来就是 我吐气系列的 避剪环节了 还没有看过的朋友 我也不建议你去看 因为就算露出来 也实在没什么好看的 而且不光男的 连卷发声也莫名其妙 脱了 拉眼睛 过过过过 剧情继续 在一旁观战的胡子书 好像良心发现了 几下重锤 就把同胞们给打了 还放了克里斯丁走了 夜深了 生物片里的克里斯丁 独自一人游荡在丛林中 居然在树洞里凑合了一碗 而墓园里 一场祭奠正在进行 詹尼弗的尸体 被他们扛了过来 来献祭给当年的 那四个被他反杀的亲人 利弊 把詹尼弗的尸体 扔进了那个 刚挖好的墓坑里 每个人都往里面吐了口水 这是全系列电影中 唯一点题的地方啊 我唾弃你的坟墓 呵呵 不容易啊 一夜过去 克里斯丁偷偷地 溜到了一个农庄附近 顺了一些衣服穿上 终于不用光溜溜的了 说真的 这顶级模特 还是穿着衣服好看点 克里斯丁开始 他的复仇计划 他先趁着胡子书 干活的空隙 偷偷地溜进了他的屋里 别说人傻归傻 房子布置的还挺温馨的 克里斯丁也不见外啊 进去后就是一顿大吃大喝 等到胡子书 进眼一看傻眼了 反应过来 立马抄起门口的 左轮手枪就射 但是弹架都是空的 子弹全在克里斯丁的手中 胡子书一看不妙 扭头就去工具房拿冲锋枪 却不想克里斯丁早就跟来了 一连刀下来 就让他从此下半身不能自理 但是顽强的胡子书 晃晃悠悠地又站了起来 跟上了他的步伐 克里斯丁也不回头 朝着后脑一枪 潇洒地把他送出了片场 树林边 大眼哥和长毛叔 意外地发现 胡子书的车就停在那里 长毛叔下去查看 被埋伏在树林里的 克里斯丁打死了正着 长毛叔听话地拖了个金光 克里斯丁眼神转而温柔起来 上去抚摸着他的脸 难道果然比我想的更重口 一个破瓶子直接捅了进去 那个天哪 等长毛叔一顿浮夸的表演后 克里斯丁也完成了二杀 下一个就更简单了 听到长毛叔的惨叫 大眼哥纹声前来自投罗瓦来 一枪前面一枪后面 直接撂倒 克里斯丁潇洒地转身离去 潇洒个毛线啊 这就是白送人头啊 而前来会合的卷发神 发现了同班都被反杀 抄起了猎枪之后冲进了树林 却还是被克里斯丁 从后面用枪抵住了脑袋 一贯的俗套剧情 能杀你的时候我偏不 导演说必须唠叨两句 那好吧我就不客气了 卷发神反客为主 夺掉了他的枪 用匕首控制住了局面 这时候卷发神 真是老太太开摩托 没挡了 但是这里竟然还有反转 公路上碰到了那对老夫妻 神奇的现身 一棍子抡倒了卷发神 接着一顿花式操作 揍了他七婚八俗 最后克里斯丁一酒瓶下去 帮他解脱了痛苦 老夫妻把克里斯丁带到了墓地 在老妈的兴奋前 克里斯丁痛哭了一场 他还知道了 旁边那个坟墓 葬的是他的父亲 也就是卷发神的男人 原来当初詹妮夫 被那啥后怀孕了 还生下了克里斯丁 这个够乱的呀 突然后面一根铁桥飞来 克里斯丁被活活地砸进了坟墓里 又一个大妈出现 三人在坟坑边大喊大叫 原来这帮人都是一伙的 而且这老头老代 还是卷发神的爸妈 整了半天 你打死自己的女儿啊 我去这也太乱乱了吧 克里斯丁被接连几下铁桥拍头 终于晕了过去 倒在了詹妮夫身边 我说您老几位欢呼个啥啊 你们搞的是你们的亲孙女 导演好像特别迷恋反转 既然还没走多远 克里斯丁就活了过来 还抡起了铁桥追了上去 汤汤几下就干干了两个大妈 接着逼迫大爷抱着老妈的尸体 放在了皮卡车斗里 不料大爷悠悠地对他 说出了令人诧异的一句话 随后便开枪自尽了 克里斯丁回答也不含糊啊 教堂里克里斯丁缓步走了进来 一把卸下了墙上的十字架 扔在了地上 毅然决然地转身离去 本片完 就以上那么一点情节 导演硬是又臭又长地拍了两个半小时 恐怖的145分钟啊 看上去本系列是彻底烂尾了 还抱有幻想的朋友们不要再指望了 最要命的是那大段大段对人生的思考 真的我隔夜饭都要吐出来了 绝对是史上最辣眼睛的狗鬼虚调 严重不推荐你们看 反正我解说完整个人都不好啦 都看到这里了你订阅了没啊 哈哈 记得要打开小铃铛 猫猫的啊 虽说这部《我托弃你的坟墓》2019版不怎么样 不过下一部《十大灭片》绝对不会这样哦 那么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拜拜